大家好,欢迎收看兔妈的视频 天气转凉了,丝瓜拼命的结果,我们努力的吃 这个季节过了,只能等明年了 这是大肉棱角丝瓜,棱角比较浅,肉比较厚,非常冷洁 家里种一两颗就吃不完了 摘一两个做中国人都会的丝瓜蛋汤 不过我这个版本叫云里物里丝瓜蛋汤 棱角丝瓜削到皮 棱角丝瓜的皮比较硬,所以要全部去掉 不然影响口感 有些丝瓜皮有苦味,会影响味道 削过皮的丝瓜,使龙头下面冲洗一下 丝瓜滚刀切块,你切片也是可以的 丝瓜要趁嫩的时候摘,老了里面有种子,口感不好 而且里面海绵部分会变得非常蓬松 一煮就烂掉了 切好的丝瓜盛起来待用 丝瓜是非常健康的夏季蔬菜,富含维生素B和维生素C 不仅可以美容养颜 还可以健脑抗过敏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吃一些 开大火,不用等锅太热 倒入一到两汤匙的食用油 转动炒锅使油均匀的挂在锅壁上 放入丝瓜块,马上翻炒 刚入锅的丝瓜其实很干,汁水还没有出来 所以锅不能太热,下了锅赶紧翻炒 不然丝瓜会烧焦的 撒一点盐可以使丝瓜早点出汁 这时候你可以闻到非常诱人的清香味了 炒到丝瓜外表断生 由翠绿变深绿后加入适量的水 继续大火煮开 水量根据你家人喝汤的量来定 炒过后的丝瓜甜味和香味更浓 比直接放汤水里煮要好吃 想吃丝瓜的话呢,不要煮太久 水开后大约两分钟就可以 免得丝瓜煮烂了 喝汤为主的话再多煮两分钟 这样汤水更鲜浓 煮的差不多的时候尝一下 加盐调到咸淡合适 接下来就是生云土雾的时候了 打一个鸡蛋,加大概三分之一杯的水 把蛋搅开直到混合均匀 四瓜汤由大火转中小火 等汤转微沸后,搅拌并倒入蛋液 这一锅清测的汤很快就变成奶白色的了 鸡蛋60多摄氏度就能熟 所以这么做鸡蛋是熟的 不放心的话稍微加一下热 汤沸腾之前关掉火 新鲜的丝瓜很甜 鲜味十足 一点油一点盐 烧出来汤就非常美味 所以千万不要加酱油香料这些东西 喜欢香葱味或者香菜味 出锅后撒几颗 不过我还是喜欢原味的 云里物里款的丝瓜汤除了好看 味道也是非常鲜美 鸡蛋非常滑嫩 并最大限度的和丝瓜汤混合 美得不得了 谢谢大家收看 兔妈的家常菜新鲜简单健康美味 喜欢的话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 asiangarden.com 更多的视频与你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